为于台湾南部的善化啤酒厂从2005年起便敢以多角化方式来发展 从制造啤酒的工厂细心规划成为啤酒文化园区 成为全台湾第一座以啤酒作为主题的观光酒厂 游客来到这里除了可以参观啤酒文化馆外 还附有餐饮服务和台湾烟酒公司自家生产的其他产品 当然让游客络绎不绝的主因是随时的产品 提供最新鲜现榨的台湾啤酒 当中最特别的是上化啤酒厂独家专卖的芒果啤酒 在炎热的夏天来上一杯非常清凉畅快 在酒厂的文化园区摆放了制造啤酒的器具 还有小麦从收割制作发酵酿成啤酒的过程 完整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让游客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啤酒的制作过程 人民电视台南报道